但最原始山林生态走进山谷间吸取芬多金 让西头成了国内最夯朝圣景点 每个月挤爆超过25万人 尤其今年7月更是创下50年开源新高记录 却传出优惠票要取消了 七早八早站牌早就挤满人 就怕来晚了还要等爷爷奶奶强搭西头客运上山 老人优惠票寄出后年龄层偏高 让园区游客多收入少 原本沿逆取消老人优惠引发争议 但现在确定要调整的是军公教优待票 尊从老人福利 园区不能取消敬老优惠 看准军公教入园比例相对低 比起每个月老人入园人数高达97200人 军公教每个月才一趴1000人都不到 预计从9月1号开始取消军公教优惠方案 从原本平日120块调回160 假日更从150调回200块钱 所谓的仓款目前也都取消了这一项的这个 邮会措施 身份是有公务人的身份 但是当家就是没有带这一些证件 其实所谓员他们市场会有一些感觉到很困扰 为维持品质 园区不得不提高部分门票售价 军公教门票被调回原价业者两难 但为了园区营运也不得不做出 账架决定 解黄玉局送向林 南投报导 也不得不得不出 成功不必有